每年3到5月份是蝉子最鲜美的时候 怎么样烫蝉子让它又嫩又不流失里面的鲜味呢 今天康康教大家在家里面做一道雪菜炒蝉子 适适的嘞 将买回的蝉子放在冷水里面 但是记住冷水里面一定要加入适量的食用盐 让蝉子在水中浸泡了一个小时左右 开水下锅 我们等到水再次开的时候就立刻把蝉子撩出来 蝉子烫的时间千万不能久 直接的把蝉肉取下来 同时把它表面的一根沙衣把它给去除掉 如果说你们喜欢我做的菜 请点下关注并且转发给你的家人们吧 因为蝉子是属于寒性的 所以说我们要放入适量的姜末 雪菜蝉丝放入到锅中 用一点猪油先煸炒一下 把它的香味煸炒出来 脆嫩鲜嫩香嫩的雪菜蕾笋 虽然是一款腌制品 但是它的配料表刚刚进进 里面没有任何的科具很滑 用它来做菜 双倍的脆爽 鲜上加鲜 炒出香味了之后 我们把超过水的蝉子放在锅中 这款的雪菜因为已经调味全部调好了 雪菜非常的软糯 笋丝又非常的鲜嫩脆爽 所以说我们不需要再加任何的调味料 只需加一点点的水 让其在锅中拌炒个三分钟左右 出锅前我们撒一把吃了聪明的葱花 大功告成 陶醉厨房 你的厨房百科 这个软件是对了 今天到这边 这边就看了 这个软件是对了 那儿就看了